大家好,欢迎收看好莱坞大嘴巴,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 不可能的任务,致命清算第二章,是敌是友。 不可能的任务,致命清算第一章已经上映了,你有去看吗? 我们迫不及待看明年的第二章,希望回答一些问题。 比如阿汤哥计划下一部中推出什么样的疯狂特技,我们会看到那些演员回归,甚至怀疑会不会有某些角色死而复活呢? Gabriel和伊森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过去呢? 希望所有问题都能在第二章中得到解答,除非他们突然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将电影变成三部曲。 除了大部分原班人马的演员回归,目前有些新演员阵容也公布了,甚至还有老朋友再次地重新出现。 伊森和他的团队现在面临的重要的问题是,到底这些人谁是敌是友? 当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时,你还能相信谁呢? 警告,如果您还没有看这部电影,请注意本视频包含剧透和电影结局。 致命清算,围绕住该系列迄今位置最危险的任务,实体,The Entity,就是已经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武器,而突然失控,攻击了俄罗斯潜艇斯瓦斯托波尔号。 国家情报总监丹那冷儿去世前透露,原代码,仍在潜艇电脑的硬碟中,谁掌握了原代码,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基本上就可以控制全世界的命运。 实体的弱点似乎是一把十字形的钥匙,它被分成两半,完整的钥匙可以解锁实体的电脑机房并摧毁它。 听起来简单,除非你是伊森,必须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黑暗杀手,同时也要找到潜艇解救世界。 我们看到,钥匙被交换手好几次,甚至被新神秘小偷Grace偷走了。 Gabriel还以为自己拿到了钥匙正要庆祝时,发现伊森把钥匙偷回去了。 这种结局真刺激,第二章将会如何收尾呢? 我们来分析目前有哪些人物彩蛋,第二章预测,以及阿汤哥正在计划的有哪些危险特技。 第一,Gabriel,第一章与伊森从Gabriel手中夺回钥匙结束。 现在他已经知道钥匙的秘密,伊森下一个计划可能就是寻找潜艇里的实体,The Entity。 毫无疑问,Gabriel将在第二章继续追击伊森,夺回他认为属于他的东西。 第一章简单揭示了Gabriel与伊森之间的过去,其中包括Gabriel杀死一位对伊森很重要的女性。 这个仇恨因为伊尔赛的死也双倍加重了。 伊尔赛这次真的死了吗? 不会突然在下一片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吧? 该不会是想转移AI的注意吧? 这样他就被AI排除在预算之外,并且可以秘密进行重要任务。 第二章可能会提供更多伊森过去的线索并揭开Gabriel和伊森的仇恨原因所在。 第二,Grace,记得这位神秘人物吗? 随着Grace加入IOMF不可能任务情报局,这也会让他与伊森产生了分歧。 但这也意味着他会知道Pitridge的下一步行动,并让他有机可乘暗中帮助伊森成为他的眼线。 虽然Grace在电影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躲避伊森,但他们最终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 在第二章中,伊森和Gabriel可能会竟相冲向潜艇,而Pitridge和Grace紧随其后。 请记住哦,制作组不会平白无故地引入任何角色,而Grace最终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第三,William Donnell,还记得这位倒霉鬼吗? 看起来Pitridge不是唯一回归的人。 应该没有人忘记1996年不可能的任务中这个有趣的角色吧。 William Donnell之前被伊森和他的团队下毒,导致可怜的Donnell匆匆忙忙地离开房间。 伊森潜入高度安全的中央情报局金库窃取情报员名单。 因为保护名单不周病让该机构蒙羞后,Donnell随后受到惩罚并被转移到阿拉斯加分局。 由于伊森也将前往北极,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再次相遇。 当然,Donnell有可能有机会亲自好好感谢伊森毁了他的人生。 或者,我们可能会看到另一场重复1996年事件的有趣遭遇。 那Donnell可能又要到大媒了。 看到伊森准美好事。 第四,新成员Hannah和Lucy,Hannah·Waldingham加入了第二张的演员阵容,目前角色身份未公开。 可是导演McCory正式宣布这一消息时,在他的Instagram上透露了一些线索。 从照片中,我们大概可以猜测他扮演的是海军角色,因为他似乎在一艘航空女舰上。 他的帽子,航母打击组时Carrier Strike Group 10清楚地表明他是美国海军的帽子。 后来发现,阿汤哥也登上过George H.W.Bush号航空母舰。 那就有可能表示两位在同一艘船上。 从导演的Instagram中还透露了北极任务。 照片中的毛皮战士是另一位新演员,因纽特尼演员Lucy Tula-Garjack,这一位主她的角色可能与潜艇或William Donald有关。 看到她背着一把长枪,可见得她的角色不简单。 第五,政府。 目前尚未透露角色名称或他们将扮演甚模样的角色,但根据照片,我们可以做出一些猜测。 根据新加入的演员Nick Offerman的媒体采访时透露,将有个场景由总统与高层官员正在激烈会议中讨论对策解决方案。 Nick Offerman饰演Sidney。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法定最高级别的军职。 Holt McCallany扮演美国国防部长Bernstein。 Janet McTeer也将参加这重要会议,看她严肃威武的模样,她有可能是一位相当高层的官员。 因为我们知道总统是女的,所以她也有可能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 就算不是,她也非泛泛之辈。 据Holt McCallany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将有一位熟悉的演员回归,就是演中央情报局局长Erica Sloan的Angela Bassett。 第一张电影中有隐藏这个彩蛋。 你有看到吗? 我们拭目以待吧,因为Angela Bassett原本计划回归第一张,但后来由于新冠疫情而计划改变。 看来一森可有的忙了。 是有事敌还未知数。 第六,最恐怖的特技,如果没有阿汤哥的玩命特技,这就不算是一部不可能的任务电影了。 据导演McQuarrie所说,下一张将打破之前所有特技的记录。 虽然阿汤哥的摩托车跳跃被认为是第一张中最危险的动作,但第二张中的特技可能是迄今未知最恐怖的特技。 第一张的结局是在英国拍摄的,阿汤哥被发现在山顶上滑翔伞。 最近,制作团队前往意大利海岸附近的亚德里亚海,在一艘美国航空母舰上进行拍摄。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汉娜饰演的新角色。 最后,不可能的任务还在南非拍摄了一段重要的航拍镜头。 阿汤哥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此前已经曝光,显示他在双翼飞机进行一些危险的空中特技时抓住了底部。 去年4月的CinemaCon上播放了一段片段,展示阿汤哥在飞越布莱德河峡谷时悬挂在飞机上的片段,以揭小片明定介绍不可能的任务期的预告片。 泰拉蒙全球首席执行官Bob Bakish暗示了致命清算第二张的大胆特技。 他透露,阿汤哥将在飞机飞行时在飞机外部行走,而不是在绿瓶前行走。 我们拭目以待,阿汤哥空中特技更上一层楼。 在采访中,导演表示,你在致命清算中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前提的经验累积。 略如第二张会展现高度空中特技来应对不可能的任务6,全面瓦解和捍卫战士,独行侠。 他们还将提高水下特技以超越不可能的任务5,失控国度和明日边界。 导演McQuarrie还透露,阿汤哥能憋气长达6.5分钟,超过了他在失控国度中6分钟的记录。 看来北极潜水场景肯定有看头。 看来对不可能的任务系列来说,任何演员都有可能返回荧幕。 也许,甚至死而复生。 如果有某位大劲敌再次亮相,肯定让大家大吃一惊吧。 据导演所透露,将会有位神秘人物回归系列,而且是从全面瓦解的一位角色,以令人愉快和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归。 第一章有暗示这个彩蛋,而第二章会惊天动地。 想想看,又谁对伊森恨之入骨,甚至要置他于死地呢? John Lark吗? 这摩托机器AI的讨论,该不会像终结者一样出现生化人吧? 你有什么假设或预测吗?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记得按赞分享,别忘了订阅好莱坞大嘴吧。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